再看到吉安湘立幼儿园的大班毕业生 在27号上午进行了拍摄毕业照的活动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 帮小朋友整理服装仪容 也和小朋友留下人生中的第一张毕业照 27号一早出现难得的好天气 吉安湘立幼儿园的大班毕业生 已经穿上学士服 准备记录下人生中第一个学习阶段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 为小朋友们拉拉衣服整理头发 要和毕业生们合影留念 今天也是我们为孩子们准备的毕业照的日子 我们希望留下来这60位可爱笑容的宝贝们 让他们建立人生旅程中最难忘的一刻 也是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的开启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吉安湘每一位孩子 未来迈向人生的路 能够更健康更健全更快乐 最重要的是留下他们成长的第一路 我们也为我们吉安湘所有的教育 来做一个衔接跟完整的铺层 祝孩子们毕业能够顺心圆满学习成长 乐活走仗 60位毕业生站上台阶 有的在挖鼻孔打哈欠 有的在东摸西摸四处张望 摄影师为了抓住最完美的瞬间 也以各种活泼有趣的对话方式 逗得小朋友各个开怀大笑 让现场充满欢乐氛围 也让毕业照更加活泼可爱 记者许丽琴吉安湘报导